来我们来听一段音频 中国房价如果下跌的话 它比上涨会让我们痛苦一万倍 第一中国是全球住房自由率最高的国家 就是换句话说 中国老百姓自己有房产的比例是全世界 听不下去了 听不下去了 这个房地产专家呢 应该是某经济学家是吧 经济学专家 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首席策略是吧 我们就来说一下 就中国房价如果下跌的话 它真的会比上涨会让我们痛苦一万倍吗 你要知道房子啊 房子它不管说是之前的话 之前也好 或者是现在也好 或者未来也好 房主不吵的前提 说白了 这房子已经变成一个金融属性的商品了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就叫商品房 商品的话 就是房子 你就可以理解为猪肉是差不多大 猪肉也是可以涨可以降可以跌可以升大 是吧 那说到这个第一这个中国 也就是咱们是全世界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 就是换句话说 中国老百姓呢 自己有房产的比例全世界最高 中国房价下跌 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家庭财产都下跌 这很有漏洞的一句话呀 是 我们老百姓的房产 百分之七八十吧 说实在的都是在房内产上 有关系吗 我就告诉你有关系吗 房价下跌 你要注意到啊 这个经济学家也说到 是下跌 而不是所谓的暴跌 如果你买的房子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房子 价值一百万的房子的话 是吧 呃 再跌了个四五年 嗯 就是跌到腰斩的价格 比如说跌到五六十万了 这时候影响的是什么呀 就是如果这房子是你自住的话 影响的是你的心情 那账面财富 其实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这房子说白了 涨和跌 对你都没啥用 但是根据事实情况来讲 咱们就拿美国来举例的话 美国当年那个 因为它最典型吧 07年08年次债危机的时候 房地产 全国多处的房地产 都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甚至有的地方 出现了暴跌的情况 然后的情况是什么呀 比如说原来房子跌成 从一百万跌到五十万了 是吧 然后在接下来的四五年 或者五六年之间的时间里边 这个房子又从五十万涨到了一百万 所以前前后后也就五六七年 高一点七八年的时间 你的房地产的账面财富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你说下跌对于老百姓刚需的啊 咱就说刚需的 基本没有任何影响 然后第二 中国的银行对房产的暴露是最大的暴露比例 在中国银行资产里面提供给房地产的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很高 中国房价如果下跌了 银行都是坏账 坏账的前提是啥呀 你这个老百姓都还不上房贷了 他才会出现坏账 你要知道自住的话 就是因为大多数 说实在咱咱咱国的老百姓的话都是住在县城里边的 每个月的房贷真的没有那么太高 你懂得吧 你想啊 比如说你一百万的房子 你带了七十万是吧 那基本上每个月多一点的三四千 多一点的也就三四千 你如果说只要这个房地产 就是每个月的还贷的话 老百姓大多数都能还上 银行就不会出现太多坏账你懂得吧 然后说到第三 中国房产的从业人员 像你盖个房子 从最早的钢筋水泥 到后边的家庭装修 防火材料 家具家电 到厨房厨卫用品 整个链条是非常长的 如果房价下跌 冰箱也卖不出去了 防水材料也卖不出去了 钢铁水泥生产出来也卖不掉 对他影响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 所以房地产下跌的痛苦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是真事啊 这是房地产从业人员 从这个房地产的销售人员 到这个普通的 比如说家庄啊家电呢 你就这么说吧 我所在的小区的话 下面不有一排门市房吗 门市房里除了极少个别的 有有一个卖吃的的 然后还有有有一个药房 然后剩下的啊 呃卖门的卖装修材料的 卖家电的卖整体橱柜的啊 全是这一些 房地产从业人员的确非常多 但是如果房价下跌了 对他们的影响真的大吗 像咱们国内的话啊 其实为什么说刺激消费 一直都刺激不进去 咱就拿买冰箱来讲的话 如果房价啊后来者啊 咱说的是后来者 如果房价后来者 一百万的房子 比如说跌了几年之后 跌到五十万了 首付三十三十的话 那个是十五万是吧 如果这小伙手里边 原来就有五十万 那房价如果跌成五十万了 我付个首付 然后做装修 然后这个去买冰箱是吧 原来可能想的就是买一个两千块的冰箱就行了 然后哗一看房价下跌了 手里零钱更多了是吧 那我买三千的四千的 这就刺激消费了 或者说更狠一点是吧 原来买一个冰箱 现在买两冰箱 这就是刺激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呢 对吧 你房价下跌的好处有多少啊 我跟你说一个实际的例子 房价下跌是对于后来者刚需购房的一个福音 绝对是福音 就是你要现有者已经刚需购买完房子的 说实在的 这房价只要短期内 就比如说几个月之内 不出现大的波动 涨个百分之十和降个百分之十 对你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 所以说刚需住房者对于这个房价 他的升或者跌的话只影响心情 因为这房子你卖不了 就包括之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真的看到很多所谓千万富翁 真的有啊 但是你敢把房子卖了吗 你把这房子卖了 你还得再买一个 所以对你没有任何的用处 你懂的吧 然后再说回这个后来者 如果说只要房价下跌了 后来者攒了几年前之后 说吧 他就是让韭菜 韭菜就是重新脖子 然后发一二又涨出来韭菜来了 是吧 那后来者只要能便宜的更上这个房地产的这一辆车的话 那么首先来讲 对于卖房子 他的这个量销售量就增加了 然后再有一个啊 你要知道房价允许下跌允许上涨是吧 可以跌可以涨 房价在长远看来 你要记得啊 就是呃 虽然我也就是一直觉得房地产这个的确该降降温了吗 房价在长期看来 比如说这个长期咱不要太短啊 就比如说20年30年 甚至于50年 房价绝对是会上涨的啊 绝对100%是会上涨的 咱和日本不一样 不要和日本去比 肯定会上涨的就代表什么呀 只要后来者也上着车啊 缓一缓 就是让这些韭菜们呢 缓一缓赚点钱 赚完钱之后赶紧上完车 然后房价再慢慢起来 其实就相当于让这个后来者 稍稍占了一些便宜啊 让后来者就是所谓让年轻人更加有希望一些 现在为啥说白了啊 为啥人们生二胎也好 生三天也好生三胎也好都不愿意生 就是他们看到在未来10年20年等自己孩子 不管是儿子或者闺女 等他们长大的时候需要买房的时候 看不到希望 而如果说房价可以稍微跌一跌涨一涨 跌一跌涨一涨的话 那么他对于未来的这个希望就能出来了啊 只要把未来的希望能搞出来的话 他代表了什么样就代表了啊 他愿意生孩子了他愿意结婚了 就好多就像我这种我也是个单身狗啊 就是80后也好90后也好他不去生孩子 尤其现在90后特别明显是吧 他为什么不成就是他本身看到自己的现状就这么惨了是吧 如果说他看到未来10年或者20年之后 等自己孩子虽然现在没孩子的话 自己孩子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他绝对会生孩子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说我觉得吧 就是房价应该是有跌有涨才对劲 而且就从咱们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来讲的话 一部分地方涨就包括一线城市的核心地段 还有就是稍微大一点城市的核心地段 你要肯定会长的 你就不用想啊 就像这些核心地段有钱人想去的地方绝对会长 但是像一些呢小地方 尤其是小县城的话 你要允许房价尤其是这几年去烙一烙 烙一烙让后来者看到希望 最后说一嘴啊 就像这样的经济学家的话 保守估计他手里边至少有个五六条房 所以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觉得呢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